好,我们来看这个depression1 好,f呢,它是在c点可为分 differentiable在c点可为分 那如果这个极限值它存在的话 那同学看一下,这个极限值 它是limit 为x趋向于c 那分母呢,是x-c 也就是x跟c的差距越来越小 那分子呢,它是f of x 减掉f of c 也就是说呢,f of x这个函数 跟在c点函数值之间的差距 那这个比例呢,取极限之后 如果存在的话呢 那这个极限呢,我们就称它为 f在c点的derivative 也就是导数 这个derivative导数 那么把它呢 注记成f' of c 那所以f' of c呢,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呢 写成这个limit 这是它的基本定义 f' c呢,就是这个极限值 x趋向于c的时候呢 这个x减掉c 分之呢,f of x 减掉这个f of c 这个就是f of c的 f' of c的定义 这个视频 就是这个视频